聊起驚悚车祸 新来看到的是高雄大辽发生了自小客车 在五号之路口和一辆机车相撞 60岁的机车骑士衰落田里 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 另外呢是在苗栗市复兴路 28号晚间一部自小客车 突然从后方追撞垃圾车 幸好原本站在垃圾车后方的两名清洁队员 10秒前下车逃过一劫 清洁队在苗栗市复兴路 也接受垃圾 突然一辆自小客车碰撞了上来 换个角度再看一次自小客车 撞上的前10秒钟 两名清洁队员才刚从平常站的车后方 跳下来 差一点就手当其冲撞得这么着 真的是生死一瞬间 不管是清洁队员或附近居民 都吓了一大跳 照顾车辆的车头撞得是扭曲变形 驾驶流行男子自行从车内脱困 送以救治 左胸口疼痛及左大腿疼痛 驾驶经酒精检测没有饮酒情形 肖室驾驶职说他没有看到前方有车子 可是清洁队员表示这也太离谱了 垃圾车明明开了黄色警示灯 还播放音乐怎么会看不到 另外起车祸现场在高雄大辽区 54岁的梁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 在5号制的路口撞上机车 哎呦 哎呦 这里 哎呦 下去了 机车衰落到田里 60岁的正姓女骑士当场没有生命绩效 那时候你没有看到他 没有 因为他就冲很快 他冲很快啊 对啊 自小客车的驾驶九侧值是零 两起事故的肇事责任都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 记者苗栗高雄综合报道 宜兰传出有非法太极移工被雇主弃尸在兰沙坝 死者在今年1月初持观光签证来到台湾之后 跟太太一起躲在宜兰非法工作 死者的太太共称 丈夫日前突然身体不舒服 怕非法身份不敢就医 27号身亡 雇主知道之后也很害怕 非法雇佣会被抓 就跟死者的太太等人一同弃尸 事后死者的太太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才让整起案件曝光 死者太太和两名太极友人回到气势现场 模拟当时情况 回想这过程死者太太突然跪地痛哭 死者太太公称 两人在今年1月初持观光签证来台后 跑到宜兰郊西工作 近期先生身体开始不舒服 也不敢就医 没想到27号人在宿舍断了气息 雇主也怕使用逃逸移工的身份曝光 最后决定雇主开车 再者死者太太以及另外两名太极友人 气势在焦溪一处烂沙霸 怕逃逸移工身份曝光众人躲躲藏藏 但终究躲不过良心谴责 28号太太将死讯告知未在泰国的家人案件 因此曝光 雇主使用逾其移工除了要挨罚外 还是弃尸帮凶 在依遗弃尸体罪移送法办 继续张凯婷一轮报道 在高雄有民众在路上直击 一名年轻的女子从轿车的后车厢内爬了出来 借着小跑步钻进了副驾驶座 离谱的行径让人看傻眼 尽管车主到案之后共称是在跟朋友嬉闹 但是仍然吃上了罚单 而另外在新兴区则是有日本籍网红 频频被违规骑上人行道的机车下道 遭到民众痛批又见行人地狱 民众开车停等红灯 所有眼前出现离谱一幕 前方轿车后箱盖忽然开启 一名妙龄女子竟从后车厢内缓缓爬出来 顺利从后车厢爬出来之后 直接女子关上后箱盖 小跑步钻进副驾驶座 民众实在傻眼 惊呼连连 而其他人看了也觉得太夸张 试发在28号下午 高雄三民区六合路 当时妙龄女子穿着真理裤 从轿车后车厢爬出来 这也让网友笑说 是真子从后背箱爬出来吗 甚至有网友猜测 女子会不会是外遇对象 对此警方也将介入开罚 尽管车主公称只是嬉闹 但现在依旧得吃上3600元罚单 而另外在新兴区也出现马路乱象 日本籍网红带着母亲在街道散步 下一秒两人忽然被吓到 平平有歧视违规跟民众争盗 画面曝光自然遭外界抨击 根本行人地狱 对此警方强调将继续加强取缔 统计113年一致4月 远景现场南庭举发件数 较去年同期增加1046件 执法力道加强 就判洗刷行人地狱臭名 将人行道还给市民 记得到我们的报道 到119位最高法院定验 各资法的部分是判5年的有期徒刑 而散步猥亵物品部分 判决一年8个月可一颗罚金 而在今天他现身新北检 发肩执行 希望大家以他为戒 坏路不要走 谢谢 顶着一头过肩长罚 百万网红小玉朱玉成 29号早上现身新北地检署 报道入肩 想要再次跟被害者 觉得重生对不起 神圣一鞠躬再次向受害者 致上歉意 小玉2021年10月遭指控 涉嫌与装性助理合作 在网络上利用身为DFACT技术 把名人脸部特征 合成制作不雅影片 被害者横跨多个领域 艺人郭书瑶 前立委高嘉瑜都在名单中 检方调查高达119人受害 还捞1388万 检方依照各资保护法 散步猥亵物品罪提起公诉 最高法院定验 各资法重判5年不得一颗罚金 散步猥亵物品罪部分判决 一年8个月可一颗罚金 准备入间执行 有感而发 而对一颗罚金60万元的部分 表示会向检方争取 一审的时候判决5年6个月 但是呢都是可以一颗罚金 让一审的检察官觉得 这样的判决太轻 因此上诉到了二审 受害者多达上百人 虽报道入监 但民事求偿部分 还没有划下据点 目前累计金额已达860万 估计恐怕会超过 当时海捞的千万 一时的贪念代价可不少 接着王湘峰浩宇 他被藏谋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